哈喽,欢迎回到Irene的女创业家跟我的podcast FEM是我今年开始创建的新专案,新project FEM是网络创业家的线上教育平台 帮助你打造你理想的网络事业跟生活 我们提供一对一专属时间,群组专属时间 以及之后会上线的每月会研制 不管你是刚开始的网络创业家 或是兼职跟副业创业家 也就是俗称的斜杠SideTasler 又或者你不满意你现在的生活跟职业 正在思考网络创业,网络创业 以及打造自我品牌这条路 都很欢迎你加入我们,成为我们podcast的听众 我们的podcast内容会教导大家网络创业的方式 我相信everything is figureoutable 就算你对网络事业一无所知 我们也可以帮你们找到答案 激发你们的潜能 而这就是FEM的目标跟远景 首先在进入内容之前 如果有听众还不知道我的故事背景 我2010年离开台湾到欧洲求学 在德国跟法国念双学院 回到德国柏林在科技新创公司工作 从实习生、正职到成为总监 2013年我开始在部落格以及各大媒体 女人迷、幻日线、天下杂志 以及酷青写下我的欧洲生活跟自我成长 以及创业相关的内容 2015年我决定离职 在柏林创业 中间经历过非常多创业的奇迹夫妇 但也因此学习到了很多网络创业的技能跟方式 以及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创业 虽然仍在欧洲创业 但一直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帮助到我们社群里的人的网络事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我终于开始了FEM 这中间还有很多大大小小故事跟反顾的错 以及学到的经验 之后我会在后面的集数再跟大家分享 2020年就快到了 你们在今年初订定的新年计划 还可以找得出来吗 看看你自己年初写了什么 而又达成了多少了呢 你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每年在年初的时候 非常有野心的订定很多目标 结果到了年底 什么都还没做 或是什么都开始了一些 然后就不了了之 其实创业是一样 你也需要订定计划跟目标 但是如果盲目订下计划 却没有目标 那么到最后就会不了了之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达成多少 没有达成多少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何更有效率的设定跟达成目标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提的是 其实订定目标 不是单单只是写下你的resolution或是新年计划 其实是一套需要系统的订定方式的 四个步骤加两个执行方式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套系统 第一 第一设定每三个月要达成的目标 但是先专注在第一个三个月 第二 这个目标不应该超过三个 一个更好 尤其是对创业初期的你来说 你的时间跟金钱 还有心力有限 所以先专注在第一个目标 是最好的 第三 每个目标应该要有可以详细 跟量化的两三个指标 你的指标应该要够有野心 但是不需要到一定达不到的指标 第四 你必须要每个星期都来审视 你的专案或是网络事业达到多少 又或者没有达到多少 之后再来做调整 接下来要谈执行方式 第一 使用专案管理软体 像是Trello跟Asana 记录下你的执行 跟你达成目标的能力 第二 设定每两个星期一个Sprint 把你要做的任务 一个个写上去 可以设定为 to do doing正在做 以及完成 then 据个例子 我想要在三个月内建立起我的podcast频道 来让大家多多了解 FEM一方面 也能够导入更多网络流量到我的网站 所以我的指标一 就是每个星期上一次podcast 那么在三个月内 我就会至少有12个podcast 指标二 每个星期增加导入10%的流量到FEM的网站 指标三 每个星期增加电子信订阅人数的10% 这些指标都定得很细节 也可以量化 并且环绕着以我的目标导入流量 跟让更多人了解FEM 这两点为重点来跟随 如果你只是设定 像是我要上podcast 没有订定 我要上多少支 或是我多长要上这个podcast 那么就不够细节 那最后你常常就会 开始了 却没有 办法继续下去 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打造个人品牌 使用YouTube 成为你的频道来做宣传 你应该要定下你刊登的频率 以及增长的比率 或是收看的人数 这才是理想定定目标 以及达成的方式 像是 你可以设下 我要在每个星期刊登 两支YouTube影片 然后我希望每一次可以增加百分之一到二的收看人数 或者是我希望他们的收看时间能够超过整个影片的百分之五十 这些都是可以细节 而且可以量化的指标 然后也都跟随着你的目标 我要开始YouTube频道来宣传我的个人品牌 记住 不要因为怕达不到就把目标放低 原则上达成率至少要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所以没有达成到百分之百没有关系 也不需要沮丧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设定要需要有野心 要设定有野心的目标 这个方式是我融合了Scrum跟OKR设定出来的设定目标跟达成目标的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频繁使用在科技新创公司的设定目标 以及达成目标 以及专案跟产品管理的方式 而我把它用在我的网络事业上 我发现也一样可以很有效率的达成目标 我过去也曾经刊登很多内容 却没有设定下我多长要刊登 或是我希望它可以增长多少 因此很多时候我也开始了就没有继续下去 那现在我开始导入了这个方式之后 发现真的很有帮助 大家有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我超开心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的 因为这是我经过偶心力写 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方法 并且失败了很多方法 才终于领悟出来的一套系统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知道关于网络创业的问题跟内容 都欢迎你来信 也欢迎你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以及推荐给你们的轻盘好友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很有帮助 你也想学习关于网络创业 那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群组专属时间 共八周 我们提供共五次的群组线上 LiveCode每次60分钟 详细的model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看 那我们下周见